猪皮冻最简单最好吃的做法 市场买的新鲜猪皮咱们给它凉水下锅 加入料酒小火煮5分钟 煮至能用筷子插冻捞出 微微放凉刮去里面的肥油 两边刮一下刮去多余的油脂 处理干净的猪皮给它切成气条 改好刀的猪皮撒入适量的精盐 用手抓拌2分钟左右这样能有效的去掉油脂 用开水多清洗两遍 处理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 3斤猪皮倒入6斤的清水 放入葱姜 一个卤入料包 放入一勺酱油 放入100克精盐 大火烧开改小火 保凉料池 煮好倒入盒中 放凉封入保鲜膜放入冰箱保鲜 让它自然凝固 看一下老铁们满满的胶原蛋白 取一块改刀切成片 再配点外能的小蛋料 猪皮冻像我这样做老美味了